阿姨啊 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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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丐周阿盧靠著乞討與妻子秀秀 把兒子周清雲扶養長大 十八年後 清雲長大成人 卻又不曾見過生父 某日清雲現學回家 卻撞見乞丐周阿盧 以為她親伯母親怒猶新聲 將周阿盧趕出家門 台灣戲曲中心 2022看家戲《百變歌仔 風華永傳》 首檔節目由許雅芬歌子戲劇方 帶來經典好戲《乞丐養狀元》 透過這齣感人的親情好戲 唱出為人父母的 因因期盼與無悔復出 劇中角色展現世景小民的親切 更讓老戲出感動新戲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雅芬劇團團長 許雅芬 今天節目簡單 又來做我們這個 市區中心的看家事 大家戲 其實這個戲劇團 在13年前就要挺現 但是為了疫情的關係 再拖延到今年2020年才呈現 我們這次去吃雅芬劇團的故事 可以說是老戲文 在二十幾年前 我台詩的時候 我的媽媽黑女婚 曾經演過這樣的一齣戲 那當時的話題 都用公戲 這個公戲的方式 就變成說 就叫做導演先生 所以看家事 他的宗旨也是希望 這些老家人 從以前的大家 最好看的戲 來再體現 什麼叫大家呢 就是好看 然後再做第二個 就是傳承 因為我的媽媽黑女婚 在六十四歲 就已經殞落了 那所以今天的宗旨 就是由我 雅芬來頂媽媽 這樣的一齣看家戲 這齣看家戲 去吃雍種完 其實像 它也算是一個名句 據我了解 這一齣戲在美國 它是一個小說 叫做《父親》 那這一齣戲是非常有名 但是在我們台灣 我們也將它變成一個故事 用民間的歌詞的方式 來給它聽現 這種戲叫做《孝道戲》 好多的戲 在我們這個歌詞裡面 可以說中好 排第二的 所以中好這兩年呢 好多現在在社會中間 很需要這種戲 來滋潤每個人的內心深處 那這齣戲要來聽現的時候 我們都要修正在戲劇中心 他們的要求之下 一定是要一個老藝人 來講出這種戲 會願意到起頭 我們這齣戲本來要請 我們的老藝人 廖文學阿姨 她本身也是要來呈現 這樣的一齣戲 但是我們在白戲的中間 她的身體很不修心 多確診 剛剛在前一個禮拜 我們趕快換人 然後老藝人沒有上去 我們經過單位 單位也是可以體諒 我們就把戲 稍微再挪動一下 還有剛好也是 我們的要角 狀元那一個我兒子 那就是我現在做企業 雅芬做企業 我一個兒子 中元 潔玲 潔玲呢 她是做中元的兒子 但是確診了 媽媽最要趕快 為了團體安全 趕快 我來調動人 來認識這個角色 我們這個角色換誰呢 換成古易凡 還有裡面有個侯夫人 叫廖一起過來幫忙 所以很多我們覺得 疫情的期間 很多的無常 大家都是為了要演出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各位觀眾朋友 這齣戲 中美三年 等待三年 因為這種戲 在社會中 很需要 讓大家知道 人家的溫暖 人家的家庭 我們這個老伯呢 是怎麼偉大 是怎麼過程 每一個都有老伯 但是各國的老伯都不一樣 希望大家可以加油 感謝您 每次都不一樣 愛憂 你永不 老伯 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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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戲曲中心 看家戲 透過資深藝人 傳承記憶 張古玉凡啊 廖玉琪啊 張鳳儀啊 過去頂端都在亞分劇團呈現 但是他們現在都獨當一面 這個傳承呢 是以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一代 這個一代 那就是代代相傳 但是在這個老戲裡面 有很多這支戲 有很多橋段都是古早的 叫做古小的戲 古小的戲就是 從以前的人團來 他們的一些鴨香寶的戲 那孩子來說呢 四十幾個到三十幾個 都不能看過 所以這個橋段裡面 有呈現很多 古小的戲喔 所以呢 我的傳承版 就是說過期這些年輕人 不能看過 不知道這個橋段 都會在這支出 做呈現 什麼叫做古小的 因為我們這一齣是老戲 新演啦 有一些橋段就是我們說 很大雕啦 賣十歲啦 還是說公廠戲啦 這三大雕的棧頭 都總是過期 在來台 外台 都在田園 但是現在漸漸 在目落 沒落了 所以雅芬趁這個機會 參加戲的時候 把它誠心 成就 把它弄過來 弄出一個 新舊合成的一齣 看家戲不一樣的 乞丐養狀元 經典好戲 乞丐養狀元 將於9月10號 11號兩天 在台灣戲曲中心 大表演廳登場 歡迎喜愛 許亞芬歌子戲劇方的觀眾朋友 上OpenTIS網站購票欣賞 記者李錫慧 台北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